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人担心的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经济体将会拖累美国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 那么股市是开盘之后就跳空下跌 低开低走 同时油价是在今天创下了7年以来的新低 商品期货的价格也是纷纷的跳水 投资人的避险情绪上升 美元上涨 美国20年国债的价格也是继续上涨 截至收盘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指数的具体收盘点位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212.33点 报17402.84点 跌幅是1.21% 标准扑白指数下跌20.10点 报2084.08点 跌幅是0.96% 纳萨克综合指数下跌65.01点 报5036.79点 跌幅是1.27% 新年纽交所成交了8.3亿股 纳萨克在一起所成交了17.6亿股 交易量出于平均水平 新年纽交所成交最活跃的股票前三名 分别是美国银行BAC SUNE以及S 纳斯达克交易所成交最活跃的股票前三名 分别是苹果公司AAPL QQQ以及NVAX 今天人民币方面的消息备受市场关注 人民币的中间价大幅下调 对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那么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权限下跌 欧美股市重挫 大宗商品市场承压下挫 原油和工业金属遭到抛售 布伦托原油价格今天下跌了1.29美元 至每桶49.11美元 而美国清智原油价格下跌了4% 至每桶43.01美元 人民币的意外贬值令市场猜测 美联储可能会推迟加息时间 同时使出口商以及奢侈品生产商的股票大幅承压 美国国债收益率同样也是下跌 那么投资者纷纷在中国央行的惊人之举之后 购买了避险国债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了7个基点 至2.17% 那么昨天收盘是2.2% 与此同时金价上涨 触及了每盎司1119美元 是创下了三周的新高 全球股市在本交易日是全线的飘红 英国富士100指数下跌0.96% 那么德国DAX指数暴跌了2.52% 中国A股反弹并没有维持 本交易日下跌幅是0.01% 在中概股方面 同样是受到人民币贬值的影响 南方航空公司以及东方航空公司暴跌超过15% 人民币的贬值对航空公司而言 是重大的负面影响 那么航空公司经营过程中需要的飞机零件 以及航游都是源自外购 外国购买 那么中国航空公司拥有大量的美元外债 在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 这意味着航空公司需要支付更多的人民币来购买 以偿还美元计价的债务 谷歌是在昨天盘后宣布成立一家母公司 叫做Alphabet 核心的意思是母公司将会专注于改变世界的大事情 例如是无人机以及长寿计划等等 那么谷歌现有的公司将是在母公司之下运营 将会专注于商业运营 那么代号依然是GOOG以及GOOGL 那么谷歌的目标是成为类似于巴菲特的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商业帝国 通过并购成为更大的跨国企业 所以今天虽然股市是跌去不少 但是谷歌的股价依然是上涨了24美元之多 涨幅是高达4% 另外受到人民币贬值的影响 东方航空以及南方航空在纽交所的股价 都是下跌超过了10% 成为今天的中灾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报道 感谢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